萌一下 她現在在翻白眼 就是這一隻喔 對 什麼這一隻 你的女兒耶 快速動眼期 什麼快速動眼期 她剛剛眼皮一直痛 你們好 我是艾琳 我是毛巾 我們現在在月子中心 現在是我生晚的第12天 對 第12天 冬一到今天才比較有元氣一點 雖然看起來好像還是沒什麼元氣 但是一些產後的後遺症 像是痔瘡啊 公縮啊 還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有比較反和一點 就想說今天可以來拍 我們在月子中心的一天 沒錯 我們在這邊 我覺得超天堂的 超天堂的 回去就是那個 我早上4點起來 擠奶 被葬醒 8點的時候 又被小寶貝被推來餵奶 然後我們又被她玩了一下 然後現在來吃早餐 登登 早餐是最少的 會有這樣子四疊 然後有湯 然後有菜 然後有不一樣的 然後我幾個夜圈有拍過一支影片 就是分享參觀月子中心嘛 就是在這邊 然後我最後就是 我看了大概六七家左右吧 然後我就選了這一家 在信義館的迷月房 然後我們覺得說 綜合評估來說都非常滿意 而且CP值很高 對 我覺得CP值高 然後離我們家很近 對 光這有個優勢就很強 然後在信義區 但是它真的就是 比我們看到的 富麗堂皇的月子中心都還要 實惠很多 但是該有的照顧都有 都非常好 然後他們是自家廚房 所以其實我吃到第二個禮拜 我月子餐吃得有點膩 我就說我想要有一點西式的 然後就變出了三明治 我覺得他們這個真的很強 因為他們自己家做自家廚房 所以他們想要做客製化調整 都可以很方便 等一下就來記錄一下 我們在這邊都做些什麼的 那嶄新的一天 我們第一件事是先來 量體重 因為我最後推進去的時候 差不多是74公斤 然後你們知道我身完變幾公斤嗎 70公斤 我完全無法接受 想說說好的少7公斤呢 真的只有小baby的體重出來而已 對 然後我想說 這胎盤期待那麼重 還有一大堆血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減輕我的重量 然後我就很崩潰 直接揭曉 64.3 我從我第一天住進來 我已經少了7公斤了 然後我們順便room tour一下 我們使用的空間 然後我最後訂的是 10坪的櫃平房帶信義去 然後離我們家 就是可以走路走得到的那一種 然後發現離家境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會一直要需要回家拿東西 真的 像我第一個禮拜幾乎每天都回去 這邊是毛巾的工作區 毛巾超扯的還去買路由器 因為我們的那個上傳影片是什麼 需要很大量的網速 所以他就買了一個路由器加在這 這家月子中心我們看過 他每一間的採光都非常好 對 而且他又在高樓層13樓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床 跟寶寶比較多接觸的空間 然後這邊的消毒鍋跟熱水壺 都是裡面有 然後還有衣櫃啊這樣子 然後這邊還有個冰箱 這冰箱也很好用 這個是那個膠原魚骨洞 我覺得我現在有點像老人 產後虛後很多的修復 然後這也是我之前就有在吃 然後蠻常出現的 就覺得蠻有用的 這邊就是 我們睡覺的空間 這個可以24小時 看我們家的寶貝 就可以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每天都會幫我們準備一套新的在這裡 然後如果說是我們自己的衣服的話 就是也可以請他們送洗 然後就會這樣子一袋 對對對 就是還給我們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淋浴間 我覺得應該月子中心都會有啦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們的月中是不是免治馬桶 免治馬桶超好用的 對 我們的屁股跟鏟道都會有很多傷口 其實剛開始是不能用衛生紙擦的 所以一定要用水沖 然後如果它又不是免治馬桶的話 會是悲劇 月子中心他們很在意 他們洗澡用的任何水都是鍋爐水 鍋爐水 對 所以它其實加熱熱得很快 就是鍋爐水就是一定有煮沸過 有殺菌過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毛巾現在要出門了 我在家裡等你們 我要回去拿東西了 對 老婆走囉 拜拜 蛤 我回來了 歡迎爸爸採集回來 趕快去洗手 欸不是超快回來的嗎 因為我們家很近 瞬間就回來了 大概一個小時吧 而且剛嬰兒是打電話來說 寶寶要來吃奶了 是喔 快點去洗手 唉唷 Yuki 好笑耶 好可愛 她看到黑黑的東西 妳知道要吃飯了喔 很會很會 很上鏡頭就對了 對 來吃飯吧 好來吃飯喔 餵完奶了 小寶貝吃飽喝足的樣子 唉唷 這麼可愛 她這樣睡成大隻一樣真的好好笑喔 來 從下往上拍 小Yuki 小寶貝吃飽換我們了 現在是第二餐月子餐 我無法把相機從小寶貝移開 這真的超可愛的 其實現在才一整個早上 我們就做超多事了 我已經擠了一次奶 餵了兩次 然後又吃了早餐 然後又要再吃這個 我們來看月子餐 第二餐有什麼 其實每天都會不太一樣 這家月子中間的湯都很好 湯跟甜點 這就是雞腿湯 然後這個就是類似松阪豬吧 燉蘿蔔的那種感覺 然後青菜跟豆腐 就是基本上算是營養十足啦 基本上我們兩個人 就是吃一頓月子餐 就會有點剛剛好 可是又有點想要再多吃一點 因為兩點還有兩份甜點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樣吃 是吃得飽的 就剛剛好就好 我前面三天來說是大食怪 我一個人要吃全部 這樣也好 因為媽媽本來修復 就需要多吃一點 吃飽飯 沒事做就盯著小寶寶看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送去嬰兒市了 因為它吃飽差不多 要準備大便尿尿 不想處理 我還不想面對換尿布 其實我在這一個禮拜已經換了好幾次了 都是我換的 都躲得遠遠的 我身體還沒好 好好是是是 老婆最大 寶寶妳要回嬰兒市囉 我現在要去幸福 妳要去按摩了 沒錯 在月子中心有按摩室 好爽喔 結果我還要繼續剪片 這間信義館沒有很大 然後我覺得好處是 就是走一點點路 就直接看到寶寶 我們的寶貝 這就是寶寶天堂 欸就是這一隻喔 對 什麼這一隻 你的女兒耶 然後就是小小尖著這樣 但是很爽 然後按摩師很厲害 超厲害 做了二十幾年 哇厲害厲害 二十年 剛二十年 剛二十年 厲害厲害 好那我去工作啦 好像才剛吃完午餐 點心又來了 對啊 而且為什麼我們五點有兩份啊 因為我跟他說我要兩份 喔可以這樣子喔 其實一般來說是一份啦 不過我之前都把你的份吃掉 然後你都沒東西吃 然後感覺有點可憐 然後我就問說可不可以兩份 他說這邊都可以這樣 然後還會再有一個水果 每次打開這個都很像在開驚喜 不知道今天是什麼 對啊而且每天的水果都不一樣 登登 喔 哇 白木耳湯耶 還有花生湯 喔花生藝人 看起來好讚喔 所以我之前都一個人 一份合工都沒有留給毛巾 現在時間五點半 你沒有看錯 我們的餐又來了 我們又要繼續吃了 這月的中心根本就是 從頭吃到尾啊 好不間斷 欸我們人生中 搞不好也就這一兩次 有住月子中心的機會 然後這邊的月子餐一天會有六份 就是早餐 然後午餐 午點 晚餐 晚點加煲湯 超多的 然後因為這個算是晚點煲湯的部分 他就會用這種保溫杯 而且每一天都不一樣喔 他一整個禮拜的菜單都是不同的 晚點是芝麻火 甜的 然後我看今天的煲湯是什麼 登登 枸杞 枸杞豬肚湯 喔豬肚耶 嗯 就很營養 然後今天的這個湯 喔是魚湯 因為我因為有養枕的關係 我跟他們說我要比較屬於比較輕補的 所以就會輕補的話就滿常有魚湯這樣子 這個是番茄肉絲 然後這個是照燒雞腿 真的很健康耶 對很健康 它的調味都是都不會太重 快速動眼齊 什麼快速動眼齊 他剛剛眼皮一直動 他眼皮一直動 唉唷 寶寶餓了 他餓到就是滿臉偷紅耶 有有有有 你的抱姿有待學習啊 現在啊是小Yuki第四次的吃飯時間了 他一天真的要吃超多次的 對啊 我想到我回家該怎麼辦啊 哈哈 而且我們是在獄子中心喔 所以像下午你去做SPA按摩 那個時候我就請嬰兒室的護理師幫我們把它餵掉了 好 喝到睡著耶 老婆你也睡著了 嗯 維持真的要40分鐘以上 爸爸的功用來了 蒙一下 他現在在翻白眼 可以推出一拳 好謝謝喔 拜拜我們要睡覺了 對啊 那剛才上面就是忠實紀錄我們在月中的一天 但其實我覺得還有很多都沒有記錄到 應該要記錄一整個禮拜才會完整的記錄我們到底在這邊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還有上很多衛教的課 對啊 然後包括秘魯顧問啊 還有他有教我們怎麼換尿布洗澡什麼的 每天的行程都不一樣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在月中很爽 可是其實對新手爸媽來說有太多要學的 我覺得對新手爸媽來說 我覺得前面在就是醫院的三天 雖然也有教我們一些東西 但是那個知識完全不夠 我覺得還好月中有一種像是 爸媽新手特訓班的感覺 對就是密集訓練營 就馬上把我們需要會的技能 全部都學會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那個checklist 有兩頁的A4 就是要確保我們在出院之前 這個有沒有學會 這個有沒有學會 然後要鮮明 我應該要把它拍下來 對啊 項目真的很多 對啊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新手爸媽要會的東西這麼多耶 我光是拍格 我都一直都拍不出來 那我在醫院住了三天 然後我在這邊住25天 所以差不多也是快一個月啦 大家都說要好好把握 在月子東興的時光 就是我們就很努力學習中 然後之後回家 就變成靠我們自己奮戰了 對 希望我們回家之後 可以很順利的照顧好小Yuki 那之後就可以看我們的崩潰日常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很感謝 就是在這段時間 就是有收到很多愛獎代 FB或者是IG上面的私訊 還有YouTube上面有很多人說恭喜 然後也有提供給我們很多新手爸媽的建議 然後我們都覺得非常感恩 那回去之後我們也會繼續分享 我們在家裡的育兒日常 那如果說你們對我們還有小Yuki 接下來的育兒 影片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這間月子中心 我之前也有影片介紹過 但是真的進來住之後 發現跟當時看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你們對環境介紹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一集 那我也把這家月子中心的資訊 都放在下面的影片資訊欄給你們參考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看影片看看 我們有興趣的影片 我們在影片絕 AbbVolet 然後我們有研究和影片 我們先去 我們拍攝 AliceS期待 我們應該有一個設置 我們應該會 Unreal 我們會可以幾個月 我們在家中心 Cabot